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早大約10點 港版國安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獲得全票通過 而在差不多的時間 一直主打國際戰線的香港眾志 有四名核心人物同時宣布退出 分別是秘書長黃之鋒 周庭 羅冠聰 和盧卓軒 首先看看黃之鋒的聲明是怎樣說 他就說 自從創立眾志以來 團隊夥伴都未曾離開過政治風眼 在抗爭路上 即使面對著再高的風浪 大家都未曾退卻 跟著他迎難而上 他是實在心存感激 然而當國安惡法壓警 解放軍演示追擊斬首 在香港從事民主的反抗 憂心性命安危 已經不再是無稽之談 以十年起計的政治奴獄 送去白屋嚴刑拷問 乃至直接送中 誰都沒辦法確定得到明天 嚴峻的命運就擺在眼前 個人禍福難料 更加要拿起承擔的勇氣 他就宣布要辭任香港眾志的秘書長 同時退出香港眾志 並且會以個人身份淺行信念 他相信此刻世界上 仍然有無數雙眼 關切著香港 亦都注目在國安法之下 他個人的情況 他會繼續堅守香港 直到他們從這片土地上被滅聲和抹殺 到底為何黃之鋒 會決定在關鍵時刻 退出香港眾志 真相 很可能只有他們組織內部的人才知道 但是從黃之鋒這篇聲明的行文當中 亦都透露出了多少端倪 他就說 要拿起承擔的勇氣 所以宣布辭去秘書長的職務 同時退出香港眾志 按照這個邏輯 退出眾志就是具有承擔勇氣的表現 可以推斷得到 他可能不想連累組織內其他黨友 故此他就選擇退出 其實這也是很合理的推斷 但香港眾志已經多次被大陸媒體點名 而且被視為眼中釘 故此 就算他們幾個核心靈魂人物退出了 一般都相信 這個組織都難以行免 好了 接著再講講關於羅冠聰的聲明 他就說 在時代轉折如何靈活去應對轉手為功 正是考驗著他們每位的智慧和決心 巨變張志 但他就說 絕對不會盲目絕望 輕言放棄 更加需要隨著時代而行 尋找自身可以承擔付出的崗位 港人的抗爭奮鬥是不會止息 只會以更堅毅的姿態而言 在此要宣布退出香港眾志 並以個人的名義繼續參與反抗運動 他這個聲明其實是很清晰的 講到明他會以個人的名義繼續參與反抗運動 就算退出也好 另外再看看周庭那篇聲明 他就說 宣布從今天起退出香港眾志 作為創立團體的其中一員 這是沉重而且迫不得已的決定 未來國際連結工作 他將會無法再參與 嚴冬在前 今天就此與夥伴戰友別過 各自在不同崗位上努力 周庭的取態也非常清晰 就是退出以後 就無法再參與國際連結工作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決定 都是值得尊重的 至於在網上 當然就著這些事件 就有很多人去留言 我看到有些說法 就說他們現在 是叫做大難臨頭各自非 這種思維其實也挺奇怪 首先就是黃之鋒 他本身也是參與了 民主派在九龍東的初選 而他也表達過 他本身就不會離開香港 故此 如何是大難臨頭又各自非 他只不過是退出一個組織 另外 羅冠聰更加不用說 他又是參加了港島區 民主派的初選 而且他在篇聲明上也說到 說會繼續以個人名義 參與反抗運動 故此 黃之鋒和羅冠聰 雖然就說 退出了香港眾志這個組織 但是就不是說 退出政壇 或者是退出運動 故此就很難說 他們是大難臨頭各自非 還有一種說法 就說 是否國安法過了以後 他們想著草呢 這種更加之是好笑的 如果真是要著草 當然是低調進行 怎會真是在阿羅打鼓 自己退出一個組織這麼笨 所以這些說法和推斷 完全就是不合情 都是那句 每一個人所做的決定 都應該值得被尊重 毛主席都說過 世界是我們的 也是你們的 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照氣蓬勃 正在清旺時期 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希望支托在你們身上 所以 一定就是要鬥長命 接著就說說行政長官林鄭 他今天見記者的時候 又好像戰狼上身一樣 有記者問他 對於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 怎麼看呢 林鄭就回答 說對於香港的影響不大 任何制裁都不會可怕得到我們 如果國家是有反制措施 特區政府也會配合 實情他根本上 就是不知道回答些什麼 首先 你說會不會可怕得到 關人屁事嗎 對吧 這些是理術的個人情感 那到底特區政府有什麼應對辦法才行 昨天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走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空有成竹一樣 說到香港是有應對辦法的 那到底是有什麼應對辦法才行 你不能夠一直告訴別人是有 然後那條計劃又不可以說出來 有沒有這麼神秘啊大哥 你怕要說出來 美國人是會截你糊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不能夠 就好像搞到 在這裡固弄懸虛一樣 那到底是什麼辦法呢 是有還是沒有呢 你可以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給市民聽 那照計市民都有知情權的 那到底你有什麼應對措施呢 有就沒有就沒有 除非你們自己出來說 說這條計劃一旦通天的話 美國人就會截你了 你就出來跟這些人說 那你們這些人有沒有這麼高智力才行 想到這條絕世好竅 至於林鄭說到 說如果國家有反制措施 特區政府也會配合 這句完全是多餘的 因為你把底牌已經被人看穿了 林鄭是皆專義的 你作為行政長官 連國安法的條文 你都沒有辦法可以看到 你說鬼嗎 因為你根本上的角色就是現代抱怡 所以如果中共真的對於美國有什麼反制措施 根本上你就是不輪到你是say no 你是完全沒有華爾權和發言權 你完全沒有影響力 根本上你只能夠被動地配合 所以就不需要再說這些了 大家已經是看得一清二楚了 至於美國今早宣布的兩項制裁措施 分別就是禁止軍民兩用的技術和商品出口到香港 以及禁止國防設備出口到香港 始終特區政府都沒有很具體的回應到 純粹就是林鄭走出來說不怕 不怕就是沒有問題 因為你作為一個所謂的地方首長 鬥四十幾萬人工一個月 你當然不用怕 你那個老公和兩個兒子 又有英國護照 你當然不用怕 但是其他市民也沒有說怕不怕 但是來講 一旦受到美國的制裁 可以判斷得到 經濟方面一定是有負面影響才是 你不會說被美國制裁之後 經濟反而好 在暫時這個世界歷史上 都沒有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想做第一個嗎 行不行 暫時你說我們看到有哪些國家是曾經遭到美國制裁 或者正在制裁當中 比如說古巴 朝鮮 以及伊朗 這些國家的經濟如何 是不是 就算你真的找到一個朝鮮的國民去問他 他都不會跟你說怕或者不怕 只不過他就在這裡捱窮捱餓 至於古巴 大家都知道 街上的汽車 就是停留在 被美國制裁那一刻的汽車 伊朗就不用說了 連買iPhone 買智能手機 或者買其他高科技小小的產品 都要通過黑市來買 因為整個國家都不能夠使用以美元結算的銀行 所以在交易上是非常困難的 好了 到底香港是想了些什麼偉大的橋段出來應付呢 暫時還未說到有 一尾就說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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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政府不怕不怕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